古代机F2的生产线都关闭13年了 一款70多年的老飞机 生产线居然还在运作 不但在运作还越搞越好 并且与多个国内外厂商达成合作 成品飞机远消海内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久不衰 这便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130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 这款经典运输机的生产线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各种型号的C130 为何如此受欢迎 虽然飞机已经诞生了一个多世纪 但制造飞机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能力制造飞机的只有50多个国家 而能够独立设计和建造中型运输机的国家 只有个位数 美国显然就是其中的领跑者 C130大力神运输机 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生产的中型战术运输机 从1956年开始服役 它总生产量高达2000架以上 且如今仍在服役 毫不过时 是美国最成功最长寿的运输机 在美国战术空运力量中占有核心地位 同时也是战略空运中重要的辅助力量 1951年柏林封锁事件发生后 美国认识到了战略空运的重要性 并开始向各大飞机制造商 发出新型运输机的技术指标 洛克希德公司的先进技术设计部门 著名的臭油工厂 很快就完成代号L206的原型机 并于1952年11月战胜了其他厂家的设计方案 获得了空军的原型机制造试验合约 原型机于1954年首飞 空军十分满意 并开始订购生产型的C130 这一买就是近70年 洛克希德公司于1954年 开始在佐治亚州的马利埃塔工厂制造C130 可能在那时谁也想不到C130G 超级大力神型号的生产会一直持续到今天 使大力神成为历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军用飞机生产线 这款运输机拥有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采用了上单翼宽敞机身和尾部大型货舱门的布局 这一布局几乎奠定了战后中型运输机的设计标准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头开始建造一架军用运输机绝非易事 从构思设计再到制造 然后将超过100万个独立部件组装在一起 可以说是颇有挑战性 洛马公司的C130运输机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制造范例 在所有建造的2700多架C130中 除两架以外 其余的都是在这个马利埃塔工厂中诞生的 1956年首架C130进入美国空军服役 该项目的生产速度十分惊人 在生产计划的高峰期 每年在马利埃塔公司生产的C130超过100架 1957年该工厂创造了一年生产140架运输机的记录 马利埃塔工厂市唯一生产C130的地方 被誉为大力神的摇篮 该工厂建于二战期间 最初名为贝尔轰炸机工厂 后改为联邦政府第六飞机工厂和空军第六飞机工厂 1943年该工厂以贝尔飞机的名义开始运营 专门生产波音公司授权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1951年1月 工厂成为了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佐治亚洲分部 负责翻新B29轰炸机 以供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 该工厂后来制造了一系列洛克希德的经典飞机 比如C141运输机 C5银河运输机 F22猛禽战斗机 当然还有C130大力神运输机 在二战时期考虑到战争的严酷性 以及德国日本可能对美国本土发动空袭 于是玛利埃塔被设计成了一座大型的封闭式工厂 工厂和一座大型防空洞结合在一起 使员工几乎可以完全在地下工作 庞大的隧道网络将工厂的各个部门连接起来 工人们可以在工厂内四处走动 而不必到外面冒险 到了今天 这些地下隧道依然存在 其中一些隧道还被用作办公室和培训场所 目前约有5700多名落马公司的员工在该工厂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制造F35战斗机的中央机翼 喷涂F35的水平和垂直稳定器 以及制造C130G 据了解 该工厂每年为佐治亚州的经济贡献超过44亿美元 视频的中间 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身体健康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我们来看一下 马尼埃塔工厂的运输机生产线 C130G超级大力神 是C130系列唯一正在生产的型号 在这型号之前 落马公司共生产了2271架 传统的C130 最后一款C130H型 于1997年交付给日本 之后便集中力量生产超级大力神 如果将1954年的原始C130A 与当前的C130G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把四台埃里逊公司的T56发动机 换装成四台劳斯莱斯AE2100发动机 大大提高了飞机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 使得G型号对比H型号 航程增加了40% 最大速度提高了21% 起飞距离缩短了41% 再比如换装英国生产的复合材料 六叶螺旋桨 提高了飞机高温环境下的性能 换装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 并将四人驾驶机组转变为两人驾驶机组 这些功能带来了更高水平的自动化 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虽然C130的最终组装是在马利埃塔公司完成的 但飞机的许多部件都是在洛马公司的其他工厂 或分包商那里制造的 机身侧面和地板是在位于密西西比州的分装厂制造的 其他主要部件是在西服吉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工厂制造的 还有一些部件来自国外 比如印度的塔塔公司 为飞机制造水平和垂直稳定器 澳大利亚的QuizTab公司制造精益 希腊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为家常型号C130J30生产机身插件等 这种家常型号货舱长度为16.7米 比普通型号长了4.5米 截至目前 洛马公司已经交付了540多架C130J 主要供应给包括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海岸警卫队 印度空军 加拿大皇家空军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 丹麦皇家空军 挪威皇家空军 以色列空军和意大利空军 其中美国空军是最大的买家 C130运输机由于基础设计非常优秀 因此美军不仅使用它进行运输任务 还在该飞机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升级改造 比如被改装成电子监视机 空中指挥机 控制和通讯机等 此外还有搜索救援机和空中加油机 特种任务机 气象探测机 海上巡逻机和空中预警机 甚至还有攻击用的 AC130空中炮艇 除此之外 该型运输机还有大量的民用型号 全部改进型号高达40余种 强大的适用性和多次改造 让这款老装备服役近70年 仍没有过时 马利亚塔工厂的生产线 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据了解美国空军正在研究 下一代运输机的概念和选择 以取代目前的 C5 C17环球霸王3和C130等机型 虽然未来的新型运输机 可能会取代包括C130在内的传统机型 但C130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仍将受到军方的青睐 洛克希特马丁公司 国际空中交通业务发展总监 尼古拉斯·史密斯表示 洛马公司将不断听取客户意见 并对C130进行现代化改造 目前的目标是根据客户的战术运输需求 至少生产C130到2040年 按照目前的生产情况 C130很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那个日期 届时这架飞机将突破百年生产大关 成为真正的世纪武器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